字幕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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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是週日的早上7點20 週末的話從我家開到Cypress 大概需要20分鐘 Cypress9點開的 可能有人要問為什麼這麼早出發 如果在Cypress周末滑高雪的朋友應該都知道 你要8點8點半出發 你11點說不定都滑不上去 現在7點58 停車場已經開始堵車了 Cypress有個缺點 就是他這個停車呢 需要有個鞋管員給你安排位置 所以說呢 每輛車差不多 停車需要花個 我覺得至少得10秒以上吧 15秒那樣子的時間 8點半9點鐘那樣到的話 我覺得隊伍應該能爬到五六公里之外吧 昨天昨天朋友就是這樣的 昨天週六 對很多人就是排到了五六公里之外 然後再加上呢 有些車沒有雪胎 停在這個半路上 然後走走停停走走停停的話 地上又有雪 上坡起不了步啊 各種打滑啊 甚至車打橫啊什麼都有情況 看看下了多少雪 這個地啊 以前是跟這邊平的 現在你看高出來多少 好舒服啊 好舒服啊 現在沒事剛好 給大家推薦一個非常好的拍攝配件 就是這個整表著這個 最近我用的這個頻率非常高 因為粉雪天啊 你隨時可以拿下來 然後呢你可以清一下雪 鏡頭上的雪 不像在頭盔上的話 你要你要把頭盔脫下來 才可以看鏡頭上有沒有雪 然後呢也可以隨時拿下來 然後進行自拍啊 或者講話之類的東西 所以說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它的角度呢 正好是第一人撐 對不會太上面 因為放在頭盔上的話 可能你就看不到板了 對 這放在嘴上的話 哎你身體一蹲低 然後正好能看到板 正好然後能看到前面的景色 對所以說我覺得 這個是非常好用的一個配件 裝板的優勢一覽無語 不用穿鞋 oh yeah let's go 好 好 我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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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不行 滑得跟屎一样的 啊 今年好几次感觉了哈 我这个双版 98的这个腰围啊 这个有点有点有点窄了 有点窄了但是换不起新版啊 前几年其实还觉得这个还可以 但是今年真的滑了 这几次抛以后特别是这种湿抛啊 哇 真的ski这个 板不对的话滑起来真的不舒服 啊 所以说到这单板的一个 优点了哈就是 我感觉你就算是拿park单板的话 呃 焚雪里面也是可以滑得开来的 因为它那个板地径宽嘛 对 呃 但双版的话你拿park板滑抛试试看 绝对卸下去 根本就是说在抛道里面拐不动弯 哇 哎呀 不行 这个头老是扎在里面 根本滑回来 根本滑回来 哇 哇 现在是早上的9点42 给大家分享一下山下排队的情况 这个是停车场的头 然后一直排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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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儿 OK 我们来计算一下哈 到这里 路线 差不多是6.7公里 也就是说 现在排队排了6.7公里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分享一下 你见过最厉害的雪场排队是怎么样的 呃 我估计今天哈 现在上来的人 呃 需要排队一个小时停到车 我估计每一趟懒车至少要排25到30分钟吧 所以建议这个朋友们啊 这个周末啊 这种学好的时候啊 这个Cyphers啊 这个本地的雪场 就省省吧 我觉得就是要我的话 如果比较会滑的话 真的 你说上山排队一个多小时 然后上来呃 一个小时内能滑个两趟就不错了 因为排队嘛 所以说我觉得 要我的话还不如今天就不滑雪 就是做点别的事情 然后呃 呃 憋一个假期 去内路去个三到四天 对不对 这样子的话真的 这样才是滑雪 否则的话在这真的是 等不得心烦气躁的 真的挺恶心的